赢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 也到了成峰 欢迎收看台股张力家 我想大盘到今天 很多人都会认为 接下来一帆风顺 连续涨了两到三天 每一天的加选指数 都是用白点来做起跳 各位 你们相信了吗 我想成峰老师在10月下旬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当行情整个人都 大家都 我没想到申股票了 太坏了 这个盘不好 这个大环境不好 对 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知我知 连总统都知道 总统就问谢金河 股市怎么会差成这样 这么差的状况之下 曾峰老师是 告诉你的是什么 你手中如果这时候没有股票的话 你涨上去 别人在欢喜 别人在快乐 你没分 你手就没股票 所以这个震荡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B.U.Y. 各位B.U.Y.是什么 买买买买 拜 你没买 股票起起来 股价起起来 那为什么曾峰老师这么讲 来过去为什么要请你们加入TG Telegram 待会我还会再一次的把QR Code放上去给各位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扫描 现在你看完这篇故事 你就知道为什么TG是非家不可了 我们来看一下 11月4号 曾峰老师怎么告诉大家 这是TG的截图 这就是抠讯 当然上面有抠讯 我把它截录下来 11月4号的时候 我的图片释放我10月28号的抠讯 这抠讯昨天投资朋友都看到了 待会也许还会再秀出来一次 我在TG怎么说的 老师对行情的判断 行运要来 各位记住 11月4号 我告诉你航运要来了 你要不要把握 我已经保败给你知道了 那问题是你要相信吗 其他一些小型的 你说你不敢买 我们没关系 四维行 投机性很高 台化投控 有时候买了就头痛 扬名 你感觉太小 长龙不是一个选择吗 那既然曾峰老师告诉你 加权指数会反弹到 13400点 你怎么要长龙啊 这个探钱的机会 陈峰老师是TG跟你说 你掌握住了吗 待会我们就来看 2603的长龙 所以看好大盘反弹 各位 我直接告诉你要反弹了 10月28号就告诉你要反弹了 11月4号再提醒你 今天几号 今天11月8号 你相信了吗 现在相信会慢吗 不会 但是你会不会相信 还是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成交量没有大幅度的放开 大盘的成交量 没有陈峰老师认为的 3500亿 还没有 所以你还没有相信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 绝望才有行情 为什么我告诉你 步步精心 十步 一个活路 这个活路你有没有掌握 这是11月4号我在Telegram告诉大家的 这张图呢 为什么我分享 新闻的连结 为什么我在11月7号分享经济日报的头版 我告诉你什么 你看 驱动IC几动引爆 财源潮 这个年难过了 好爽动 这一天的报纸 只要是有驱动IC的 我想先花个15块 买经济日报 我不知道经济日报有没有涨价 我好久没有看经济日报 报纸我都没有在看的 那陈峰老师在先前11月下旬的时候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说IC设计要反弹了 IC设计要反弹了 联发科先来走 再来就是这种相对于联发科的一个规模 比较小的中小型的IC设计公司来走 所以我在11月7号我也提醒你了 这叫什么 我提醒你叫什么 我提醒你叫做 这个是利空消息上了报纸的头条 好啊好事啊 股票要涨了 利空来了股票要涨了 违反你们的投资逻辑 违反你们的人心 所以股票怎么是人在做的 要做股票都不是人了 那个都已经是逆向思考了 对不 你要看派学生说 你未来会有好公司 你未来会变好学生会变支优生 看到好的学生 你要跟他说什么 不好意思你带来你会涂抗 涂抗下去没得到 是真的这样吗 投资是这样的逻辑吗 完全不是 所以驱动IC激动引爆裁员潮 这是11月7号经济日报的头版 来我们来看一下 10月28号3545的敦泰 请试驾买进两层十股 持续看好反弹行情 各位我的用字都很精准 我没有告诉你反转 我没有告诉你波段 我告诉你的旧线论线的话 旧K线论K线 它就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10月28号我们买第二次 10月18号我们买第一次 所以后面会有 以持有者不必买了 那为什么在18号买 28号价格又比19号来得低 为什么又敢买 这就是陈光老师抓住 这支股票 股性 没有人相信会长了 你看这部到半点 整个长庭 有站长庭 这种灵力的公式 你不要跟我说 这是主力什么解套潮 你都不要跟我说 我知道就是说 我的会员 都会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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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K线论 你可能说 陈光老师 你还在 你这样说 我们没信心 来啦 大家看看 先把这个东西 玩掉 来 我大家看一下 3545 敦泰 各位 涨铃 今天最低70.6 最高76.5 找盘的时候 我还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们 这档股票 只要过了71块 他就要再拉一波 但我万万没想到 他涨铃 说实在 因为拉的速度太快了 但是我知道 他只要拉过71块 71块5 是第二道的关卡 过去而已 头鬼 新的鬼 这个高票计定就是这样 来 我们来看看 两个一季 头节那是什么 我告诉你 18号 19号 为什么赶在73块买 为什么 行情要来了 为什么赶在 10月28号 这一天 这一天 重挫8% 各位 你没有听错 陈锋老师在重挫8% 敦泰 当天跌了 一张呢 跌掉了5千9 5块9 收在67 陈锋老师大约是在什么时候买的 待会你可以去看一下时间 来我们先秀一下时间 给各位看一下 我是9点26分买的 来9点26分 我们来看一下5分K 9点26是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5分K 10月28号 各位这就是技术了 下跌最恐怖的时候 买的 10月28 9点25 69块 70块接的 你看这中间再洗一段 各位再洗一段 会很紧张吗 会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要反弹 他要反弹 他就必须要 以跌 来怎么样 来洗 洗一下 洗没信息 洗没有陈锋老师 抠讯的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都是在10月28号 执行什么 执行停损 但是10月28号 我加码 我第二次买进 我看的是什么 我看的是他会反弹 那为什么 陈锋老师有信息 因为筹码 因为现实 因为 你们都不敢买 所以我很有信心 对吧 我问一些 我的 在投资的朋友 说你现在有在做吗 你说没有 我都没做 失去很难 这样我知道 这样将是可以做 但如果问了说 我和坦 我信心很有的 我戳了 没了 戳我也带下去了 这样我知道 这个行情太烧了 整个市场一层层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进退 所以你看 今天的涨停 是偶然还是必然 是必然 28号我低阶 11月4号 哇 再给你算一下 再给你刺一下 结果 今天涨停 涨起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现在不要在这边追了 各位 各位 你不要追了 有压力 开高 你不要追教 陈锋老师给你的最后提醒 今天我的定位是什么 抢反台 蹲太抢大了 没有 蹲太抢大了 我甚至在10月底的时候 告诉你 10月28号的时候 告诉你 驱动IC可以做 4961的天狱 今天天狱有没有掌底 今天天狱也是掌底 各位 你们看到 大家都接 都好 都很有默契 都约好的 天狱是驱动IC 蹲太也是驱动IC 这么刚好 两个兄弟都同一天 同一天 买戏引爆 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这是必然 这不是运气 刚刚好两家公司同样涨停 不是 这就是族群性 所以你有没有掌握到 我没有接近87块 如果是陈锋老师买天狱的话 我没有借贷87块 我也不会去追这一根涨停 甚至开高 说实在话 可以部分试单 但是陈锋老师知道下跌量说 就是一个怎么样 可以切入的一个点位 你相信了吗 这才是其中一支而已 所以你看 为什么你看台股战略家 为什么你看陈锋老师在解盘 我可以有时候都很明确的告诉你 对要去 对要去 就是怎么 你自己去买的嘛 其实人家庆菜买都有贪 但如果你要让你的买股的信心 更加强烈的话 你需不需要陈锋老师的口序 当然需要啊 你没有一个厚的人来给你指定 你怎么买 你怎么买 再看一次10月28号的9点26分 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今天收在76块半 这就是技术 这就是筹码 所以你看 我不只告诉你驱动安息 我还告诉你台积电要涨 我还告诉你台积电在381块 就是短线的底部啊 短线的底部啊 有没有看到短线的底部 我们今天看它2330好不好 10月28号就告诉你 短线上的底部啊 今天台积电多少 挑战快要将近400块 就差0.5元 四一八公 400元站上 请问一下大盘有没有空间 我说短线来 短线去 短线到不去 台积电有没有涨 所以现在的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 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大盘有没有强迫取分 九局下半 两好三坏 对面是墙头 对面就是联准位 他用滑球 他用变数球 他用直插球 他就是要让投资人挥棒落空 但是你知道每一次打过来球 都是假的时候 我们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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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投手也是要最终的对决 直接要挑战红中 主审的好球带 他也是要让我们投资人下场 但是我们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联准会呢 即将投出一波好球 这个好球我们只要掌握到了 我们只要拿捏到了 我们只要预判联准会要投出什么样的球 这个home run打出去 九局下半两好三坏 逆转胜的阳春全来打 就会怎么样 就会把比分做一个超前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陈富老师要带领各位投资朋友 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在381元的时候 告诉你台积电 他短期就已经死跌了 今天来到400块 请问一下你赚到了吗 381到我们算400好了 一张已经赚了多少钱 不多 不多 但是你没有在381元买进 请问一下400元 关你什么事情 关你什么事情 这又是一个赚钱机会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请你们加入陈富老师的TG 我给探钱对的企业都跟你说了 你还不需要加入 这是你的问题 这不是大盘的问题 这也不是陈富老师的问题 问题就是在投资人 你的那一个心胸 你的那一个视野 你的观察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你完全没有 你三不走 你不知道说 接下来原来台积电有机会 原来台积电有机会 来来说到这 讲到这里 两边的QR口 麻烦你扫一下 赚钱机会你要不要扫 简简单单的 有需要收你一毛钱吗 完全没有 这个影片如果你觉得对你的帮助有很大 或者过去陈富老师在研判行情的时候 你有直接受到帮助 点赞 按分享 帮我们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这种举手之劳的告诉你正向循环 你的操作绩效一定会好 你心胸开阔 你不是在埋怨说 为什么行情这么难做 为什么我的股票都不会涨 为什么叉叉叉的 为什么我的股票又中错了20% 陈富老师在告诉你 这是你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唯一一次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看 强迫取分了没 台积电涨了没 台积电涨 台积电涨快400块了 已经到400块了 这个球棒即将要汇数去了 我们现在插的就是集团的作诈行情 作涨航情 所以 2317 红海 要不要来 不要再等了 赶快来 赶快醒来 那10月28号 怎么老师告诉你的航运呢 有没有看到 今天的长荣 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涨上去 各位 已经来到了 147.5 147.5 有没有机会往186 你没有在140买 你没有在130买 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来186 用看用说的 都很简单的 看行情 讲行情最简单 真正是要实际上的参与 所以陈本老师为什么要发这些口讯来告诉我的会员 来告诉我的投资朋友们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赚钱就是要违反市场上的一个逻辑 市场上的一个惯性 突破逻辑的框架 突破思维的一个框架 你才有办法在这市场上生存 不然你11月7号看来说 哇 博主要说趋劲还是很恐怖 结果呢 担担了我就把它买掉 今天的涨停跟你有关系吗 完全没关系 所以我今天在讲的 从刚刚的节目一开始到 现在讲的快要将近10分钟 快要15分钟了 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重点 行情在不好的时候 请问你自己手中有没有股票 那个好像参与一样 这个酷酸人没得到啦 没得到啦 重点是什么 你这个酷酸人 自己有信心吗 自己如果都没有信心 我告诉你 这场仗打不赢 每个都是一样 做人和事情都是一样 自己都没信心吗 抱歉 你这个股票会去不去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你就不敢买 你不敢买了 后面贪钱 你旁边的苦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违反人系的一个逻辑 所以为什么不断的告诉你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你在行情最差的时候 麻烦你 手边如果有资金 或者是说还想要进来股市 能够在这一次的反弹 捞到钱 捞到货 捞到鱼 请锁定我们的台股战略家 什么老师告诉你赚钱的地方在哪里啊 所以你看哦 今天的大盘 还没有机会 这个缺口 快点来挑战 赶快来挑战 不要用开很高的来做挑战 要用盘整 甚至是再拐回来 再跌个大盘再跌个0.5% 再拐上去一次 那就有机会了 那就有机会了 所以现在这份老师告诉你的机会是什么 千万在这里 不要过度的追加 弃起来的 你不好笑了 让你看出来 抱歉 那都是料 那都是伙伙 投资就是这么奥妙 每一次的大涨 是不是你都很想买 可是买了呢 每一次你都套出 怎么摆脱这困境 怎么洗刷你过去这样的一个什么样 错误的投资习惯 要怎么把这个开 投资去 投资出来 来各位 告诉你一个方式 很简单 加入陈峰老师的站队 加入陈峰老师的会员 你就有像10月28号这样的勾训了 有没有看到 加全指数挑战13400点 今天礼拜二 虽然慢了几天 但是有没有快要来到13400点 请问一下 还运拉了吗 我讲的是全指了 我看好指数 所以我买全指 听说得到辣 都要要心惊 联发科长了没 台积电有没有看到 卖压已经趋缓 10月28号 我告诉你台积电卖压已经趋缓 10月28号 台积电价格在哪里 10月28号 台积电的价格就在379元 请问你们买了吗 买了花一张多少 2万块 你说2万块 好少哦 那你可以来买敦泰吗 我推荐台积电是给长期投资的吗 你可以来买这个吗 3545敦泰吗 涨停吗 你可以来买4961的天狱吗 这些都是我过去在节目中 节目中告诉你驱动IC 就是这两档而已吗 我都把白说给你知道 你还没办法 这样要怪什么 要怪什么 陈锋老师知道你的电话吗 不知道吗 陈锋老师知道你的手机号吗 不知道吗 但是你加入陈锋老师的会员 我就知道你的电话不买了 白的买了 买要来 买要吹啊 我可以跟你说嘛 跟你说来 你在这买 来你在这乘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的动作 如果你都还不会 那告诉你 股票市场上不适合你 不适合你 定存就可以了 现在定存利率也很高 也很高 你不适合投资市场 或者是投储蓄险 2% 3%的美元定存利率 现在应该也是3.5%以上的美元定存利率 那都很高 你也怎么这么高 如果你有心要在这个股票市场贪就钱 跟着陈锋老师 你先做一个动作 按赞 订阅 分享 就这个影片就好了 你让更多陈锋老师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 你让更多你的朋友知道 没有其他的啦 你都不用钱嘛 对不 有钱贪的地方 你们为什么不跟 因为你们的心目啊 你们你们看不透了 观察不够啦 所以接下来陈锋老师还有几个板块 陈锋老师认为会动的 麻烦你 如果还没有信心 还没有想法 甚至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只要做出一个动作 你先加入陈锋老师的台股战略家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频道上的一个粉丝 持续追踪 陈锋老师在T恤上讲些什么 赚钱的机会都在Telegram 赶紧扫QR后 赶紧将陈锋老师的影片来做一个分享 下一波的大赢家就是你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台股战略家 明天见 拜拜 希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审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